本是最不受人概念的就人类 却在重生成黄蜂后遭到了疯抢 不仅疯群里的姐姐们主动投怀送抱 甚至就连其他的种族都抢着要和我交配 姐姐们说我是疯群里唯一的雄蜂 所以为了种族的延续他们只能找我 可就在我以为从此开启疯生美好生活时 下一秒我竟突然又回到了我人类的身体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并不是重生了 而是同时拥有了两幅身体 而且意识还能在两幅身体之中自由地切换 原来这是一个星级文明时代 人类成功离开地球开始在各个星系之间殖民 并且大多数人类都进化成了新人类 不仅体型高大而且还拥有超长的寿命 而作为没有进化的地球原住民 身高两米的我此刻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小土豆 虽然我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进入了宇宙前哨战 但还是饱受新人类的排解和歧视 甚至就连长官都针对我将我转入了基层维修队 可每当我想要放弃返回地球时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临行前老爸那无微不至的关怀 看着小本门上老爸交代的那几条任务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地球也回不去了呀 这天银河帝国公主巍巍登临前哨战 所有人都沉浸在公主来临的喜悦中 可就在她准备回到自己房间时 居然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而绊倒她的正是我放在路边的工具包 看在我一表人才的份上 巍巍公主本打算贴心地要个二十万老师 可随从却小声提醒她有人过来了 出来乍到可不能落下的欺负战员的名声 公主便带着随从离开 心想地球人今天算你走运 改天千万别落在我手里 就在我还傻乎乎地感慨着公主人真好事 身后突然来了一群新人类将我给团团围了起来 没有自知之明的东西 敬感和高贵的公主扯上关系 看来有必要让你知道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了 然而就在这世前哨战却遭到了新龙族的袭击 只因为公主身为皇室血脉 体内蕴含的星辰之力对新龙族有着急剧的诱惑力 因此公主刚到达前哨战不久就引来了新龙族的袭击 原本前哨战在建立之初拥有最完备的防御体系 完全由于新龙族一战的实力 可由于百年的贪污腐败 防御系统也早已形同虚设 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等一众人的罪行 长官果断下令开启了自毁装置 抛弃了公主等人 自己则坐上逃生舱离开了哨战 就在公主和随从以为这次必死无疑时 我刚好一蹶一拐地从他们身边路过 于是在询问公主得知事情的原因后 本着为朋友两肩插刀的原则 我直接带着他们向着生产车间走去 因为那里刚好还存放着两艘 还没来得及交付的逃生舱 可就在我让他们穿好防护服等我 我去设定一下目的地坐标时 他们却发现只有两艘逃生舱 于是为了插朋友两刀 他们直接抛下我坐着逃生舱离开 等我回来发现两艘逃生舱都不见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成为了小丑 说好的朋友呢 大骗地 我身形又不大 就不能挤一挤断 就在这时飞船顶上传来咔嚓一声 一头怪兽直接撞破飞船床 并且直接将我一口吞了下去 然而当我再次睁眼 却发现自己竟然重生成了一只黄蜂 看着眼前这颗没有被污染过的漂亮星球 我情不自禁地抓起了一把肥沃的土壤 如今故乡地球已经变成了一颗黑色的星球 阳光被空中的紫色烟雾遮盖 到处是充满辐射的海水和可怕的变异生物 还有布满各个角落的有毒气体 这导致地球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四十年 要是地球能像这里一样该多好啊 然而就在我感慨的时候 一群黄蜂突然将我给围了起来 全都好奇地打量着我 这应该是蜂王诞下的第一只雄蜂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可爱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能让姐姐们摸摸你吗 我刚准备回答 可不料下一秒他们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 随后更是蜂拥而上将我淹没在蜂虫中 等到女王轻微过来的时候 我早已晕头转向险些被他们闷死 你就是刚刚羽化的雄蜂吗 跟上来 我带你去见蜂后 说着他们全都飞了起来 于是我也尝试着扇动翅膀 结果用力过猛直接冲了出去 静直撞在一旁的树干上 我这囧态顿时引得青卫们一阵好笑 很快我们一行蜂就抵达了蜂巢 由于有着蜂力队长的带领 我们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蜂巢 不过我却发现这里工作的都是雌蜂 而且个个都对我投来炙热的目光 通过询问我才知道 原来蜂群有三千多只蜂 但只有我是唯一一只雄蜂 一听这话我顿时忍不住激动起来 不行不行 这么多的话我身体也受不住了 可下一秒我的美梦就被叫醒了 怎么这么开心 是不是在想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不会是想着和姐姐们交往吧 你个子不大野心倒是不小了 虽然公蜂也是雌性 但有生育能力的只有蜂后大人 而且因为血缘关系 你以后也只能和其他蜂群的蜂后生育 一年也只有一回哦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蜂后所在的王宫 并且见到了漂亮的蜂后 我情不自禁的上前打量着蜂后心想 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妈妈吗 体型好大呀 蜂后见状看向我道 小熊蜂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文言我脱口而出 妈妈你好漂亮 可我这话却招来蜂力一阵数目 你这小熊蜂怎么回事 幼虫的时候没有蜂教过你规矩吗 你要叫蜂后陛下 还不快跪下 而蜂后听我夸她漂亮 也是倾笑起来 这小家伙还怪讨虫喜欢的 来来来 过来到妈妈这里来 于是我做到蜂后身边好奇地询问道 为什么您生下了我 而我却不能叫您妈妈呢 文言蜂后解释道 这是蜂族延续至今的规矩 我也无力改变 毕竟我们蜂族是这天空岛的一方霸个 需要保持足够的威严 蜂群里的大家都是血肉相连的青虫 要与他们好好相处知道了吗 接着蜂后特意嘱咐蜂力要好好培养我后 我就被带到了天空岛的居住区 因为有着蜂族的保护 所以这里成了整个天空岛最安全的地方 在前往的过程中蜂力提醒我 在还未到达一星级之前千万不要离开这里 外面是极度危险的蛮荒之地 接着就带我来到了一间小房子前 蜂茫茫蜂漫 把那个东西拿过来交给他 不多是蜂茫茫和蜂漫漫 就带着一个小龙子走过来 起初我以为是他们怕我无聊 特意给我送来了一只宠物 结果没想到这竟然是我的食物 而且还好心地提醒我这是大骨之物 于是我好奇地询问道 我们不是蜜蜂吗 怎么还吃虫子 文言蜂蜜是只感觉一阵头大 托尔索的那群家伙简直是越来越不像话 听好了 我们可不是什么蜜蜂 而是生活在本土的黄蜂 说完蜂蜜便带着蜂茫茫他们离开 并表示他们就在隔壁有事直接叫他们 于是在他们走后我来到了属于我的小房间 这屋子十分的简陋 没有任何科技差 就像是地球中世纪文明时期的样子 不过既然已经重生成黄蜂了 那既来之泽安之黄蜂就黄蜂吧 然而我刚闭眼睡觉 下一秒 我的意识突然来到一处黑暗的空间 紧接着就被一道白光吸了进去 当我再次睁眼发现已经来到一个怪兽牧场 而且又重新回到了我人类的身体 没想到意外被怪兽吞入腹中 竟让我从宇宙战的自爆中活了下来 不过也因此丢了一条手臂 得赶紧给手臂止血杀菌才行 于是在收集了一些木材之后 我利用头盔罩成功引燃干柴 然后将绷带煮沸杀菌消毒 在没有药品的环境下 只能用高温将伤口烫平 这一下直接要了我半条命 就在我做完这一切准备四处探查一下这里时 突然一只巨大的脚从天而降 好在我反应及时才没被踩成肉鱼 只见两头巨大的新龙狐怪兽出现在这里 原来这次龙王在爆炸中受了很严重的伤 需要吸取大量的血液痊愈 而他们来到牧场就是挑选一些新鲜的尸体带回去 于是为了离开这里 我趁机躲在一头怪兽的嘴中 跟着他们一同离开了这座怪兽牧场 不过看到他们要去的地方时 我彻底慌了 我竟被他们带着直接来到了新龙族的老头 随着他们随意将尸体丢在地上 我也被直接喷了出来 不过好在没有被他们发现 只见巨龙对着一只老乌龟就说道 老碧蟹材料都在这儿了 快去给大王熬制龙泉汤吧 紧接着那老碧蟹朝着我这边走来 随手拿起了我当作掩体的怪兽尸体 不过好在他老眼昏花根本没有发现我 于是我趁机赶紧溜走 并且躲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 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 不料抬头一看竟发现跑到了怪兽的脚下 而且还是满是巨大怪兽的怪兽窝 于是我撒压的就开始狂撩 怪兽们见状是一窝蜂的就追了上来 眼看就要被踩爆的前一面 我直接打开了宇航服的安全气脑 一瞬间宇航服就直接充满气骨成了球 当怪兽踩中我身体时 我瞬间就被弹飞了出去 而且静止飞向了老碧蜇 并且直接掉进了他熬的龙泉汤里 怪兽们见状本想着阻拦 可下一秒就被龙王寝宫的门卫拦了下来 这里是龙王的寝宫 怎么 你们想造反 怪兽们本想着说老碧蜇熬的龙泉汤里有人类 可不料门卫一巴掌拍下去 瞬间就让一只怪兽领了盒饭 在他的威压下 其他怪兽哪还敢再说什么 是掉头就朝回跑去 此时守卫看着龙王寝宫 想到了上次宇宙前哨战爆炸后的景象 原来新龙王为了得到星辰之力进行突破 在爆炸时不惜以身体硬抗宇宙战的自保 终于是将巍巍公主的逃跑舱抓在了手中 而他也因此受了很严重的伤下半身进入 在他养伤的这段时间 也是最虚弱的时候 很容易被人夺走力量 而我误打误撞进入老碧蟹的龙泉汤里 净轻而易举地入侵了龙王的疗养舱 这也导致我再次昏迷了过去 而当我再次睁眼 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黄蜂的身体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并不是重生了 而是同时拥有了两幅身体 并且意识还能在两幅身体之中自由地切换 就在我为成为天选之子 从此开启美女环绕的风声而高兴时 肚子却很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 于是我想起了风力他们留给我的食物 让我看看是什么好吃的 结果竟是一只会说话的扑龙鹅子 反正都成黄蜂了就来两口试试吧 结果竟是一股生虾的味道 呸呸呸真难吃 可这扑龙鹅子一听我嫌他难吃他还不高兴吗 我都要死了 死之前还要被嫌弃难吃 结果却在房间里开始没完没了地哭了起来 我健壮直接把他拎了出去哭得我吵死了 算了不吃你了 要哭走远点哭吵死了 这操作直接把飞蛾搞猛逼了 可他刚为自己自由高兴时 还没走两步就被其他的黄蜂盯上 这鹅子可是不便宜 居然自己跑到城区里来了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飞蛾见状是吓得直敲我门 抱着我的大腿就说我是大好人 还求我送他回家 而我却根本不想理会 只想填爆自己的肚子 飞蛾见状赶忙表示自己妹妹会做花粉糕 要是我帮他回家 就让妹妹给我做花粉糕吃 于是在美食的诱惑下 我终于是没经受住考验 带着他走出了城区范围 可等到他家门口时 却发现妹妹正跪在地上 而且还被尼蜂兽一巴掌扇翻在地上 看见自己的妹妹被欺负 飞蛾立马就冲了上去 这时妹妹才注意到自己的哥哥安全的回来 看见飞蛾竟然活着回来 尼蜂兽也很纳闷 有趣 我不是已经把你卖掉了吗 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身为食物 就要有食物的自觉 逃避捕士可是重罪 我有权对罪犯进行处置哦 见尼蜂兽准备动手 我立刻出声制止了他 小鹅是我送回来的 有什么事冲我往小峰来 尼蜂兽看我是黄蜂族立马吓傻 立马开始跪地求饶 不知他是黄蜂大人的朋友 还请大人原谅 这给我整个也是一脸猛逼 通过小鹅我才了解到 原来我们黄蜂族是天空岛的支配者之一 在天空岛没有重感得罪我们黄蜂族 于是我装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表示 小鹅是我的朋友 以后不许欺负他知道了吗 我不追究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但离开的尼蜂兽看我身边并没有带着护卫 下一秒就起了弯心思 与此同时的天空岛居住区 风茫茫他们来找我 发现我并不在房间中 正在悄然来临 花粉糕是好吃不过就是素了点 要是能有肉就更完美了 听到这话小鹅他们被吓了一条 但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小鹅当即就决定割肉还恩情 见状我赶忙上前制止了他 并表示我们都是朋友 可不想因为我而受伤 可我的话音刚落泥蜂兽又去而复违 而且身边还多了一位一星级的天牛虫兽 你又回来做什么 我不是不追究你让你离开了吗 奴家 只不过想请黄蜂大人去我们泥蜂族的地盘坐一坐 说着他便命令天牛虫动手把我请回去 见状我直接将小鹅他们护在身后 别担心我来对付他 怎么说我在地球上也是个一打十的好手 面对天牛虫袭来的攻击 我一个弯腰躲了过去 随后趁机一拳来了一记猴子偷逃 紧接着又是一脚踹了上去 可结果不论我怎么攻击他都闻死 更有我雨点般的紧透落在身上 一段时间后我累得满头大汗 你不疼吗 可回应我的却是啪的一声 我直接被天牛抓住天灵盖拎了起来 随后喷的一声将我砸在了地上 小鹅两兄妹见状顿时被吓坏了 这是尼蜂兽对着天牛虫吩咐的 把他们几个都带走 想以不入流的实力战胜一星天牛虫 真是痴人说梦 当我迷迷糊糊醒来时 天牛虫已经带着我和小鹅他们离开了天空岛 从小鹅口中得知我们正在被带去地面 而且地面住着很危险的龙兽 我听我爷爷说起过 龙兽都是从天空之外来的 在很久以前 虫族还生活在地面上 但龙兽入侵之后和虫族爆发了一场大战 虫族惨败 战败的虫族有些逃到天空岛 有些则躲进地底洞穴和海岛才保住了性命 我听他这么说 顿时感觉他们说的龙兽就是新龙族 虽然虫子很强 但虫子和龙的战争怎么想都不可能赢了 而尼蜂族便是逃往地底洞穴的虫族 并且因为没有其他太强的虫族 而成为了地底洞穴的霸主 我们刚被带到了地面 尼蜂兽就拿着一根绳子走了过来 为了防止我逃跑 特意绑上我的四只手朝着巢穴走去 一路上 我看到了不少被尼蜂族抓过来的奴隶 他们不仅被尼蜂族使唤做着任何事情 而且每个虫子的身上看上去都伤痕累累 很快我就被带进了尼蜂兽的脑袋 姐妹们 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下一秒 一堆雌性尼蜂虎视眈眈眈的看向我 黄蜂族的雄蜂啊 你把他带回来没问题吧 放心 他是从天空岛偷溜出来的 而且我把知情的两只鹅子一起抓了过来 不会出问题的 这小家伙白白嫩嫩的 养上一段时间一定是个帅小伙 倒是咱们跟他交陪 说不定我们尼蜂族也能诞生出拥有王之力的蜂王 真是到哪都有一群母蜂追着我 谁会和你们交陪 少臭美了 结果话刚说完 我就被尼蜂兽甩了一记耳光 这一群雌蜂盯着我饶有兴致的说道 姐姐们有的是时间管教你 用不了几天你就会主动来求我们的 说完尼蜂兽就拉着我向巢穴深处走去 而这一幕刚好被两只虫看在眼里 这些尼蜂真的是越来越大胆了 居然敢绑架黄蜂族的雄蜂 简直是自取灭亡 不过这也是个绝佳的机会 若是能引来黄蜂族 那尼蜂族的末日就到了 只怕是隐狼入室 赶走了尼蜂族 又要沦为黄蜂的奴隶 我理解你的顾虑花螳螂 但仅凭我们根本撼动不了尼蜂的统治 至于黄蜂族能否值得托付 我会考察后再做判断 与此同时我被带到了巢穴的最底层 在这里没人能救得了你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姐姐就带你出去 闻言我对着她就做了一个鬼脸 就你这老阿姨还想和我交配 别做梦了 尼蜂听完虽然很生气 但为了种族延续 还是压住了心中的怒 臭小子你别得意 我看你还能嘴硬几天 说完她便走了出去 就在这时小鹅跟月鹅出现在我身后 紧接着无数的虫族 都朝着这边聚集了馆 小风哥 这些都是地下矿区的居民 这两位是我刚认识的朋友毛毛和臭春 这里的大家都很友好 也多亏了他们的照顾 这时毛毛和臭春一脸的高兴 连黄蜂都敢绑架 等黄蜂们过来 这群泥蜂就要完蛋了 文言我一脸歉意地表示 我其实是偷跑出来的 黄蜂族根本不知道我被抓 他们应该是不会来的 抱歉 帮不上什么忙 嗨 我们只是在这里待久了发发牢骚了 你不用放在心上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想让黄蜂族大军来也不是没办法 听到声音虫们齐齐看向来虫 枪甲你有什么办法啊 只要我们协助黄蜂大人逃出镇 让他安全回到天空岛不就行了 说完枪甲突然朝着我跪了下去 恳请黄蜂大人推翻尼蜂的统治 助我们脱离苦海 文言我赶忙表示 我不行的 我太弱了 可枪甲却十分坚定的 无等会舍命护送黄蜂大人离开 只要您搬来救兵 尼蜂一族必定溃败 看着那四周虫族投来的期盼眼神 我立马想到了自己的过去 他们真的好像曾经的我 出身卑微看不到一点希望 那时的我不也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吗 想到这里 我决定为了他们拼一把 不多时枪甲将我带到了花螂蜂跟前 他是这里除了我之外的另一个新实力者 在出口位置一共有三十只尼蜂把手 我去另一边引开这里的守卫 你和花螂蜂就趁机突围出去 看着花螂蜂那傲人的身子 我赶忙上前打招呼 花姐姐你好啊 接下来就请你多多关照 黄蜂大人 地下矿区充足的未来就拜托你了 很快枪甲便开始了行动 成功引走了十五头尼蜂 我和花螂蜂趁机赶忙朝着出口跑去 剩下的十五头尼蜂我来解决 尼蜂的反应很快 黄蜂大人之后务必紧跟着我 说完他便纵身一跃向着出口跳去 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尼蜂守卫的面前 就在守卫们一脸猛逼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花螂蜂瞬间加速 一个滑空斩眨眼的公主就解决了两只尼蜂 旁边的尼蜂刚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花螂蜂瞬间又是一个滑空斩轻松将它们解决 紧接着他冲进尼蜂群快速挥舞着手中的连道 很快就将出口的尼蜂全部干掉 这时我才刚不紧不慢地爬了上来 看见遍地被解决的尼蜂 我才知道花螂蜂原来这么强 可就在这时花螂蜂突然停了下来 不对 这里只有十四只尼蜂 少了一只 他的话音刚落身后一只尼蜂就捂着肚子走了过来 刚才去厕所让他躲过了一截 可当他看到满地被解决的尼蜂顿时大惊 于是第一时间敲响了迪西井中 见状我和花螂蜂顿赶不妙 这下糟了 与此同时地下居民区 毛毛他们为了帮我争取时间放了一把火 将大量的尼蜂兽引到了这里 然而就在这时迪西井中响起 所有守卫听到钟声后立马就赶了过去 此时枪甲也刚好甩开追兵回到了这里 这是尼蜂族最高警戒的警钟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黄蜂大人和花螂蜂被发现了 看来这次我和花螂蜂只能和他们硬碰硬 文言毛毛担心的道 这尼蜂族有不下百只虫 就凭你跟花螂蜂两只怎么对抗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信任我们的黄蜂大人 为了我们后代永不为奴 我枪甲就算舍命也亦不容辞 就在这时小鹅表示 小蜂是我的朋友我也要去帮忙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以你不入心的实力 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是啊小鹅 枪甲和花螂蜂是能操控心力的心虫战士 虽然我们也很想去 但我们去了反而会给他们添乱 我知道我很弱 只不过是食物链最底层的小虫子 但小蜂从来没嫌弃过我的身份 甚至还愿意为了我赌上自己的性命 因为弱小我就眼睁睁看着朋友去死 这种事情我做不到 听完小鹅的一番话 毛毛和臭春也深深地被打动 小蜂是为了我们正在冒险 我们又怎么能做事不管了 我也要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她的这番话顿时引起了所有居民的同感 纷纷表示要让霓峰感受一下底层人们的怒火 你叫小鹅是吧 你是个勇敢的战士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与此同时在矿区拥抱 霓峰族正在全力地搜捕着 幸好花螂蜂抱着我躲在洞里才没被他们发现 但此时我看着眼前的馒头早已小脸通 带到搜捕者们离开花螂蜂落到地上 发现此时的我浑身肃软晕乎乎的 小蜂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好得很 紧接着花螂蜂就拉着我向着洞口跑去 可就在我们跑到出口位置 却发现霓峰族早已等候在了这 钟声一响 我就知道你们这群臭虫在打什么主意 想带着小黄蜂逃离 让黄蜂一族来对付我们 是枪甲那个叛徒出的主意了 听到这话花螂蜂立马表示 枪甲才不是什么叛徒 说完他看向我 小蜂你退后一些 我来对付这些家伙 面对攻过来的霓峰族 花螂蜂不退反镜直接冲上去 很快就将那些霓峰解决掉了 可就在这时天牛直接冲了过来 花螂蜂的镰刀砍在他身上 发出叮叮叮的声响 根本破不开对方甲壳的防御 瞬间被天牛给撞飞了出去 可他刚稳住身形天牛就又来到眼前 对着他就是一招天牛流星拳 花螂躲避完这一波攻击 刚想拉开和天牛的距离 可不料却被他一把抓住脚腕 然后砰的一声重重砸在地上 紧接着施展天牛流星拳 对着花螂蜂就是一通乱垂 很快花螂蜂便失去了战斗力 可即使这样他还是让我赶紧逃 可恶 我和你这个家伙拼乱 可由于体型上的差距 我连天牛的身体都碰不到 这时霓峰兽来到花螂蜂面前 枪甲培养的一星虫倒是有点本事 可惜你对上的是 马上要突破二星的天牛虫 紧接着霓峰兽亮出自己的麻痹尾症 然后直接刺入了花螂蜂的身体 为了制服你 可损失了我不少的姐妹们 把他送去御婴房给宝宝们开个婚 入星的食物一定能孕育出更强大的战士 接着他让天牛虫将我关到笼子里单独看管 可恶的小黄蜂 等交配完就将你做掉以绝后悔 即使成为高贵的种族 我还是混得这么惨 看来我果然不是做英雄的料 然而就在这时一头霓峰慌慌张张跑过来 不好了大姐头 地下矿区的居民全都造反了 现在已经从永道打上来了 就在霓峰大姐头还在询问是谁领头时 出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烟尘四起 紧接着枪甲和小鹅他们从里面冲了出来 小风哥我们来帮你了 看着此刻团结一心的抵峰居民 霓峰大姐头也是不由地吃了一惊 这枪甲的确是有些本事 没想到仅凭一只小黄蜂就能将他们给凝聚起来 不过这些乌合之众可先不起什么了 姐妹们都给我上 这帮霓腿子不足为惧 下时间地下居民和霓峰群打成一片 十几只霓峰更是将枪甲给包围了起来 可在枪甲的二星实力面前 这些小喽喽根本不是其对手 很快他便来到了天牛虫的面前 此时天牛虫嘲讽不到 你终于肯露面了原霓峰护卫队长枪甲大人了 可当枪甲那庞大的体型来到他面前 使他瞬间闭嘴 过了这么久 你这个现任队长的实力还停留在一心 只靠抓捕小孩子可是无法生心哦 听到枪甲嘲讽自己天牛虫瞬间被激怒 放下我就准备和枪甲比划比划 而我则趁机来到花螳螂身边 准备带着他一起逃走 但花螳螂受伤加上霓峰的麻痹毒针已经无法行动 小峰 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真没用 自以为是的单气保护你的责任 现在却全身麻痹动弹 明明发誓要保护大家的 可却因为一时疏忽让大家不得不冒死战斗 看着他如此自责我敢忙安慰道 花姐姐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地下矿区的大家就由我来守护吧 就在这时霓峰大姐头走过来 你哪也去不了 老老实实回去跟姐姐交代 否则别怪我无情 可她的话音刚落 小鹅和她妹妹就急速飞来 啪的一声就扑到了大姐头的脸上 用身体挡住了她的视线 小峰哥趁现在快走 我帮你拦住她 见状我也不再犹豫 立马朝着天空岛的方向飞去 得赶快找黄蜂族来支援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天牛虫正在被枪甲暴走 费尽心血将你培养成二型 你真的一点情面也不讲了 只见枪甲一把抓住天牛虫的手臂 情面 霓峰为了把我培养成无情的杀人机器 偷偷处死我的家人这叫情面 反倒是你 为了晋升竟然亲手干掉了所有家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情面 说着枪甲一脚将天牛虫踹飞 此时摆脱了小鹅的大姐头剑撞 是赶忙让天牛虫不要恋战 赶紧去把黄蜂抓回来 让她回到天空岛我们都得完蛋 此时天牛虫被枪甲打的身体像要散架一样 但在大姐头的催促下 她还是咬牙爬了起来 然后朝着我就追了过去 枪甲剑撞刚准备飞起拦截 可不料这时大姐头趁她放松警惕偷袭 将麻痹毒针刺入了她的身体 反应过来的枪甲一把将大姐头甩开 可身体还是被毒素侵袭已经开始麻痹 剑撞一群泥蜂嬉笑着围了上来 好厉害 中了姐姐的毒针居然还能动 这么强壮的身体不知道能承受多少激点 姐妹们给我好好招呼这位贵客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空中 急速飞行的我终究还是比不过天牛虫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追上来 于是我赶忙一个侧身躲开她的爪 依靠着灵活走位一次次躲开她的抓捕 可她的速度太快我根本甩不掉了 此时望着地上为我担忧的花糖了 还有豁出性命给我争取机会的地下居民 大家都到极限了还在拼命拖住一风 我又怎么能止步不起 突然我的胸前散发出星光 一个加速拉开了和天牛虫的距离 可下一秒天牛虫突然出现在我身旁 然后双拳重重砸在了我的身上 我朝着下方就直直掉了下去 也就在这时我胸口的星光再次变得璀璨 想到那些被压迫的地下居民 我心中充满了不感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驾驶机甲 拯救世界的英雄 为此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王兴机械工程大学 可就在全家为我高兴 以为从此开启美好人生时 结果临行前地球遭到怪兽大举入侵 父母为了让我能前往安全的王兴生活 更是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为了不让我担心 父亲故作轻松地给了我一个笔记本 还表示上面的目标完不成 让我不许回到地球 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 爸妈想的不是什么 我学到本领开着机甲回地球当英雄 而是让我借机离开地球永远不要再回来 当我打开笔记本 看到了上面的内容 才知道了他们的良苦用心 然而当我来到王兴才知道 这里的人完全看不起地球人 我小时候梦想的地方 却当我是个孝狗 让我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就是爸妈的主播 这些底层居民 他们就像曾经的我 可恶 明明说好了要守护大家的 为了他们 也为了能再次见到父母 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 下一秒 我的身体爆发出璀璨的星光 那强烈的光芒 让天牛虫有些睁不开眼 什么 这小子竟然突破一心了 但就算这样 也无法战胜一心巅峰的我 可当我朝他袭去时 他感受到我身上 竟然有新龙族的气息 因为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我人类的身体 正在新龙王的疗养舱 吸收着新龙族的力量 在天牛虫震惊的目光中 我一拳重重砸在他的身上 瞬间令他失去意识 朝着下方掉落了下去 此时看着天牛虫坠落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小枫他居然击败了天牛虫 小枫哥太厉害了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霓峰大姐头看着眼前的一幕 也是一脸震惊的 快快追上去 也让小黄蜂跑了 此时的居民们看见天牛虫 被击败也是士气大震 更加疯狂地阻拦着霓峰守卫 此时我也不明白 刚才涌出的力量是怎么回事 可还没等我细想 大姐头的那些姐妹就朝我追了上 于是我加速朝着 近在咫尺的天空岛飞去 风力姐 风忙忙风慢慢快来救救风啊 与此同时在天空岛居住区 风力正带着人四处寻找我的下路 这小子到底跑哪里去了 真是让风不省心 这是一只黄蜂守卫飞了过来 风力队长 有一群霓峰朝着天空岛飞来了 闻言风力立马感觉事情不简单 霓峰怎么会偏偏这个时候过来 全体集合 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此时我在霓峰们的围追堵截下 很快被追上了 慌乱之下我直接一头 撞上了大姐头的两颗大球 小东西 你还真是给我惹了不少麻烦 眼看天空岛就在眼前 我想要再次用出 刚刚击败天流虫的力量 可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没有办法使用出 等一下 让我再试一次 情绪马上到位了 是什么事 你给老娘老实点 就在大姐头一把 将我抓住的时候 一旁她的姐妹 却是一脸惊恐的看向空中 只见此时风力 已经带着大量黄蜂赶到了这 而且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你就是霓峰一族头领 你们为什么要抓 我们黄蜂族的熊蜂 请给我解释一下吧 霓峰首领见情况不妙 赶忙将我放开 误会 这都是误会 我们只是想招待一下 这位黄蜂大人 风力姐姐救命 这老阿姨要绑架 我给他们生孩子 文言黄蜂族纷纷亮出武器上前 敢打我们小熊蜂的主意 红筒抓走 由于枪甲和花螳螂受伤 被泥峰族抓住 地下矿区 居民们也很快败下阵来被带 呜 我们竟然全军覆没了 要是被拿去喂幼虫怎么办 没事的 小蜂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 就在这时 小鹅的妹妹大声道 你们快看那边是什么 抬头望去 只见远处一群虫 正在向着这边靠近 而来人正式被锋利 他们就吓得我 让大家久等 我带着援军回来了 看到我平安归来小鹅 是一脸的高兴 看吧 我就说小风哥一定会成功的 这时小鹅突然指着我的胸口道 小风哥 你的胸口怎么还沾了一个东西 文言我想要将那东西拿下来 可无论如何用力都取不下来 就在这时一旁的毛毛惊呼一声 你胸口的这个东西居然是王印 他的这句话顿时引起了锋利他们的注意 他这么一说好像还真实 可我根本不知道王印是什么东西 于是小鹅给我解释道 据说拥有王者资质的怪兽 一方子民 而且还能获得宇宙意志所赋予的独特能力 没想到这个东西居然这么厉害 怪不得打天牛虫的时候胸口热热 不过仔细想想 风后妈妈的胸前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 可是黄风的世界里只有雌风才能成为风王 我一个雄风怎么会有王印呢 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吧 可就在这时风力一把将我拎了起来 好了 叙旧完该回去了 风后还在担心你 而且你把我的话当耳边缝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说完便带着我朝天空岛飞去 臭春 你说小风胸前的是王印吗 哪有重兽突然长一个那么漂亮的个呢 十有八九是真的 不多时枪甲和花螳螂被释放走了出来 当他们打算感谢我得知我被姐姐们带走后 是一脸的失望 毛毛健壮是赶忙对着枪甲问的 你说我们地下矿区要是有一个自己的王路 就在枪甲还一脸猛逼的时候 毛毛立马露出一副可怕的表情 我说的不是像尼风那样 而是一位拥有王印或真价实的王 与此同时风后的寝宫中 我正在风后身旁大口地损吸着食物 这时风力询问风后我胸前的印记是不是王印 在得到风后肯定的回答后 风力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可她是雄风怎么能做王呢 文言风后是一脸的开心 可能是我的小风天赋一笔 被宇宙的意志祝福了吧 这时我看向风王妈妈询问的 地下矿区的重兽那么可怜 受尽了尼风的欺负 我们能不能接管地下矿区呢 文言风后解释道 天空岛在建立之初 残暴的尼风王因为抵抗龙族有功 所以才分得地下矿区土地 由于风族之间采取互不干涉的原则 所以我们对地下矿区的事 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次如果不是尼风族有错在先 我们贸然出兵受到审判的 就是我们黄蜂一笔了 如今他们即将受到风族长老的审判 至于地下矿区的归属问题 还需要各族长老们商议后决定 风王妈妈也不能擅自决定 那我有了王印 如果我能使用王印的力量 是不是就能庇护他们了 文言风后抚摸着我的脑袋表示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不过现在的你刚当于话 还需要在风潮里平安长大 庇佑子民对你来说还是太早了 就在我一脸沮丧的时候一个侍卫来报 表示风潮外有两个尼风族战士求见 文言我和风后几人是一脸的疑惑 尼风族的战士怎么会来天空的 等到了我们来到风潮外 看到的居然是枪甲和花螳螂 尼风一族 而等求见所为何事 吴二虫代表地下所有虫兽为献上忠诚而来 吴等希望小风大人能够统领区民众 吴等愿是死捍卫小风大人的荣誉 听到这话我一阵惊讶 大家是患难与共的伙伴 怎么能效忠于我呢 再说现在的我还不行 我还需要学习掌握一些力量 请给我一段时间可以吗 听完我的话风王妈妈很是满意 随后对着枪甲他们就说道 既然小风已经给出了答复 那就请你们先离开吧 枪甲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 等回到矿去 他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时的告诉了众人 但毛毛听完后却还是心有不甘 既然计划失败了 那就只能实行B计划 听到这话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他 B计划是什么 赶快说说看 只见毛毛一脸得意地表示 既然计划失败 那我只能使用我的美虫镜 毕竟我可是这个地下矿区第一美虫 那小黄蜂还不是首到情爱 闻言众虫顿时是满脸黑线 你的B计划更不靠谱好吧 随后众虫边商讨着后面的计划边离开 只留下毛毛在那自说自话 与此同时另一点 我的人类身体还在龙王的疗养舱内 当我睁眼发现自己在水里 顿时开始拼命挣扎起来 可没想到我竟能在水里正常呼吸 同时还注意到原本失去的手臂 竟然奇迹般地重新找了出来 当我环顾四周发现正在沉睡的星龙王时 是顿时被吓了一跳 赶忙连滚带爬地向着外面游去 看了看身后没有任何反应的星龙王 我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那怪兽受了重伤在休眠状态 哈哈 没想到自己又多活了一点 这池水应该就是怪兽用来恢复肉身的 真神奇 不仅给我恢复了手臂 而且身体也得到了强化 就是这花纹看着有点不美观 说到身体强化 我突然是想到了什么 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任何人后 我直接向着小弟看去 哦 不错不错 看来效果还挺好 和小弟交流完后 我捏手捏脚地向着外面走去 结果刚走到出口 就发现一只怪兽守在门口 我去 那家伙个头太大了 看来还是暂时躲在洞穴里安全起 半个小时后 怪兽吃完晚餐舒服地打了一个哈欠 紧接着洞穴中 就犹如地震一般 原来是那怪兽趴在地上睡着了 我本打算趁着这个间隙偷偷溜出去 可闻到怪兽碗中的肉 我顿时流下了口水 自从来到这里 这个身体可是很久没吃过东西了 但这十五米高的碗 真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就在我望眼欲穿 想着如何才能吃到肉时 那怪兽的嘴边 突然有一块肉渣 开始向上滑落 很快随着光的一声 那弹渣直接掉在我面前 哟 这不大餐就来了吗 我撕下一块肉就直接塞进嘴巴 实在是太美味了 这肉又香又嫩好吃到饱 很快我就把肚子吃得补成了一个气血 可下一秒我猛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肚子突然感到一阵发热 而且全身的气血开始沸腾 身体瞬间膨胀仿佛要爆炸一样 不多使我的鼻孔就开始流血 甚至眨眼间就像小泉一样开始喷咽 我瞬间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等我被风力他们叫醒 发现自己竟又回到了黄蜂的身体 随后在风力他们的带领下 我来到了天空岛的公风学院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正式接受黄蜂的教育 不过我并不是跟其他公风一起上课 而是由风力亲自叫头 说着他就将一根木棍交给我 这是一旁的风茫茫他们提醒的 你可要小心哦 风力可是出了名的魔鬼教练 而且因为昨天的事 他貌似心情很不好 话音刚落风力就摆出了进攻架势 还在磨蹭什么 我要进攻了 说完就一棍子朝我砸过来被我躲过去 可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攻击朝着我就招呼了过来 在我接连不断躲过风力的攻击后 顿时将一旁学习的攻击们吸引过来 看啊 小熊风好帅啊 风茫茫和风慢慢见状也是惊讶不已 小风这么强的吗 竟然将风力队长的进攻都躲掉了 这应该是他语化后的第一次训练吧 听着周围不断有加油助威的声音 我也是挥舞着手中的棒子开始了反击 风力见状不怒反笑 这小子不错 没想到还有余力反击 这么说他还没到极限 想到这里他突然提高了进攻的速度 没过多久我就败下阵来 但我的表现也得到了风力的肯定 你的身手很灵活 判断力也很好 着实让我惊讶 听着周围小工丰们对我的鼓励 我顿时修得满脸通 没想到读武校时学的东西 竟然在这里派上用药 就在这时风力表示 第一阶段的训练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阶段训练 很快他就将我带到了天空岛的外城 只见在外城有几只一新的角龙兽闯到了这里 但让我意外的是 这个世界的怪兽和昆虫的尺寸相差并不是很大 这时风力看着我就说道 既然这些角龙闯入了领地 那就拿他们来做第二阶段的教学素材吧 说着就让风漫漫和风茫茫给我做一下示范 听到这话我是一脸的担心 茫茫姐和漫茫姐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龙兽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这个不用你担心 你只需要仔细看好就行了 只见风漫漫他们一脸轻松地朝着龙兽冲去 下时间身体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 随着光芒散去 他们竟都完成换装 装备上了武器和铠甲 就在这时下面的龙兽也发现了他 可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 风茫茫就率先发动了穿刺突袭 只至眨眼间就将手中的兵器刺入了龙兽的身体 另一只龙兽剑状是朝着风漫漫就发起了攻击 只见风漫漫随手一挥 竖发毒针营上龙兽的脚炮 瞬间就将他的攻击给挡了下来 剑状我是一脸的震惊 这是什么好厉害 这是新装 虫族战士靠自己修炼的极限是三星 但是只要效忠王力持有准 就能在短时间内通过连接虫王发挥出超越自身数倍的力量 这也是虫族战士必须效忠虫王的原因 这听上去怎么有点像古代武将效忠主攻 获得兵马和粮草才能充分发挥实力 就在这时风力接着说道 攻凶的合格标准是两周内学会新装 而你的课程就是三天内掌握新装 并且击败一头一星的龙兽 听到这话我瞬间头大 风力队长果然是个魔鬼啊 在天空岛经过一个月的特训后 我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新装之力 并且获得了两项王印的技能 空间支配 可以和感知范围内的任意对象互换位置 魔王的态度 能够使用任意一个子民的能力 只可惜 以我现在的实力最多只能维持五分钟的时间 不过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掌握新装和王印 还是让风茫茫他们惊讶不如 直呼我是个百年不遇的天才 就在这时风力表示 今天的特训就到这里吧 小风 现在你就跟风后去一趟王宫 其他的组长都想见见你 不多是风王妈妈拉着我来到了王宫一室厅 而这里除了我之外 果然清一色的都是一些雌风 随后再风王妈妈的试一下 我大方地和他们打着招呼 漂亮姐姐们你们好 我是王小风 闻言一群雌风顿时将我给围了起来 这小嘴可真甜 你就是传说中拥有王印的小雄风吗 老生要是能年轻点就好了 一定可以跟他生出最棒的宝宝 就在我听到这话被吓得呆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迎面走来一位英姿飒爽的的风王 身边还跟着一位长相漂亮的小慈风 这时风王妈妈介绍道 小风 这是风族另一大分支 雄风族的女王和她的继任者 只见小慈风先是礼貌地给风王妈妈鞠了一躬 微微见过黄风女王陛下 随后微笑地看向我 你好小风 我在族中常听别人提醒你 见状我也礼貌地回应了一下 不过她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很有礼貌的小公主呢 听说她的战力也很不错是吗 是啊 她是年轻一辈里最快掌握新装的 两位女王在交谈了一会后 雄风女王对着我就说道 小风 微微第一次来这里 能麻烦你带她四处转着吗 闻言我是带着微微公主就向着后花园走去 可我们刚离开不久 雄风女王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原来她在之前与新龙族的大战中受了重伤 时至今日早已无法痊愈 留给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只希望微微能在我倒下之前 尽快成长为合格的继任者 不多时守卫将霓风大姐头押送了我们 闻言尼风大姐头赶忙表示 我只是一时糊涂犯了贪念 还请两位女王能够从轻发落 听到这话雄风女王冷冷地道 你尼风一族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 居然还请求从轻发落 即日起尼风族将永久驱逐天空岛的范围之外 听到尼风一族遭到驱逐 大姐头满脸的不敢置信 我只不过是绑架了一只小雄风 这也算得上大罪吗 听到这话两位女王瞬间大怒 真是不可饶恕 你可知道 你绑架的小雄风可是天空岛未来的第三位王者 闻言大姐头是瞬间被吓傻 那个小雄风怎么可能是新王 雄风怎么可能作王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随后便被守卫们给拖了出去 与此同时 我带着微微公主来到了王宫后花园 随手就将一只鲜花递到了她的面前 就在微微公主以为我这是要向她表白时 我却直接将手中的花吃了下去 这是红面包花很好吃 微微公主你也尝尝看 这小鬼居然还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 我看她一脸不满的表情也是一脸的衣服 怎么感觉这公主生气了 果然红小孩最麻烦了 接着我便提出和她玩捉迷藏的游戏 她嘴上表示答应 心中却想着我到底是个小鬼 喜欢玩这种低龄的游戏 就在这时 枪甲他们来到城外想要见我 却被守卫给拦了下来 而这刚好被我和微微看到 微微公主 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能适配一会吗 在得到她的同意后 我是朝着枪甲他们就飞了过去 可这也让微微心中很是好奇 把身为王族继承者的我抛下 却去招呼几个平民 真是奇怪的家伙 在将尼蜂一族的事情处理完毕 所有蜂族长老都离开后 我找到了蜂王妈妈并单膝跪了下去 蜂后陛下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听到这话蜂后是一脸的吃惊 随后来到我身边询问道 小蜂你怎么了 怎么又是叫我蜂后陛下又是辞行的 蜂王妈妈 我想离开这里建立一片自己的领地 看着我那坚毅的表情 蜂王妈妈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小蜂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会把别人的痛苦看在自己眼中 蜂王妈妈很喜欢这样的小蜂 我知道你一直想帮助你的朋友们 注定不属于这里 如今你也能够掌握王力可以不当一面了 去吧孩子 得到蜂王妈妈的肯定 我顿时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就在这时枪甲和花螳螂就出现在我们身后 王 我们来接您了 见状蜂王妈妈将我放下来 以后要照顾好自己哦 不要忘了 这里是你永远的家 想妈妈了就回来看看我 这时丰厚望着我的背影道 锋利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做父母的感觉 我能再拜托你一件事吗 而与此同时 巍巍公主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家伙还真是喜欢说大话呀 原来就在刚刚 他因为好奇偷听了我和枪甲等人的谈话 为了能给地下居民们一个更加适合生存的环境 我打算在天空岛的范围外再造一座星城 听到这话枪甲他们是一脸的震惊 王 天空岛的势力范围外那可是龙兽的栖息体 你打算在那里建一座星城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塔 但这一个月我和龙兽有过无数次的交手 有了王力的加持 他们也并非无法战胜 所以为了居民们不再沦为他们的食物 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星城 魂炎枪甲和花螳螂是朝着我就跪拜了下去 虫王陛下 我们的性命为您所用 是此助您打造一个新的王国 然而在我们返回地下矿区时 发现一群龙兽正在袭击牙牙虫一族 就在两只牙牙虫瑟瑟发抖以为必死无疑是 我带着枪甲和花螳螂及时出现 不许你们欺负我的子民 说吧我和枪甲还有花螳螂朝着下方冲去 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耀过后 我们是直接出现在几只龙兽面前 只见此时的枪甲和花螳螂 在奉我为主后都开启了心中的能力 大嘴鸟你们的对手在这里 放开那群牙牙虫 有本事来和我们打 听到挑衅 那群傻鸟是朝着我们就攻了过来 只见枪甲张开四肢摆好架势 正面接住了一只大嘴鸟的冲击 紧接着它一把抓住大嘴鸟的嘴巴 随后直接将大嘴鸟甩飞撞向另外两只 剑撞花螳螂瞬间对着它们使用滑空软 一瞬间便将几只傻鸟全部解决 在新装变身之后 它的能力也得到了质的飞声 可就在这时 一只大嘴鸟静直朝着地上的牙牙虫砸了下去 就在花螳螂按道糟糕束手无策时 我直接使用国王财富技能 换出新装使出的枪甲的能力 接着又对着牙牙虫使用空间支配能力 瞬间便和它们对掉了位置 面对砸下来的大嘴鸟 我使用枪甲的距离技能轻松将它接住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呀 谢谢虫王大人牙 将这些大嘴鸟全部解决后 牙牙虫们全部回到了村墓 虫王大人是来收复这片沦陷区的吗 不 我是来接你们走的 我要为大家开辟一个更安全的居住区 听到这个消息 牙牙虫们全都兴高采烈起来 几天后的地下矿区临时指挥部 这几天 我们把天空岛周围的地带勘查了一遍 发现有一片区域 地是平坦食物丰富最适合居住 不过那周围有龙族活动的痕迹 想要更加深入调查的话 会有极大的风险 而且还要消耗很长的时间 枪甲思索一番后表示 有一族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 文言我一脸疑惑地看向花糖狼 可他却微笑着表示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搞得还挺神秘 不多时 枪甲带着我来到了一坨 带着温度的龙兽粪便的面前 就在我搞不明白 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钥匙 远处黑压压的一片朝着我们这边飞来 原来是一群银兽闻到气味跑 只见他们开心地扑到金灿灿的大盆上 一个个脸上写满了开心两个字 见状我是瞬间将隔夜饭都给倒了出来 这时银兽组长来到我们面前 这不是枪甲吗 怎么你有事找我 银组组长 我们的网友是想拜托你 有网印的小黄蜂 你们的网可不得了啊 只见他先是将手上的黄金枝叶铁饰干净 然后伸手就要跟我握手 你好呀 小黄蜂 就在我浑身抗拒地伸出手时 银组组长却一把将我的手攥住 能为黄蜂大人做事是小人的荣幸 不是我吹 只要尝一口对方的分别 性别种族年龄实力 就连对方有没有下载 这两天吃的啥我都能调查的一清二楚 听到他这么说 于是我表示让他帮忙调查一下 东边湖泊周围的龙兽 文言银组组长拍着胸土表示没问题 对着属下们就是一通嗡嗡嗡的吩咐 煞内间他的子民便开始向着四面八方飞去 在将银组组长打发离开后 我立马是跑到湖边疯狂的搓起 可不管怎么洗风感觉还是有些上头的味道 就在这时臭春和毛毛找了过来 原来听说我要建立新区 地下矿区的居民组成了千只虫大军来帮忙 看着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就来的大事 没满月就出来的未成年 还有拿着锅碗瓢盆的后勤大叔 我顿时感觉一阵头大 这样的队伍和龙兽开展 完全就是给人家送口粮啊 就在这时风力他们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见状我是十分的开心 风力姐你们怎么会过来呢 可不料风力他们却七七朝着我跪拜了下去 小风 我等奉风后大人之命前来保护你 黄蜂族第五队 共三百只黄蜂兽前来报道 以后黄蜂族第五队全部由你来指挥 为了提升地下居民的战斗能力 多用力量将它制服 然而枪甲仅是随手一水 那十几只虫瞬间被摔了个东倒戏歪 你们这样根本不行 龙兽可不知我这点力量 都起来继续训练 此时风力在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辟新家园的事 还是由我们黄蜂族的战士全权负责了 一击就溃散 看来地下矿区的虫族很难派上用场 然而他的话刚好被走过来的花螳螂听到 你的话我可不能装作没拼见 黄蜂族固然强大 但其他虫族也在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着 听到这话风力冷哼一声 努力有用的话 那要天赋干什么 文言花螳螂毫不示弱地怼了上去 即使没有你们黄蜂一族 我们也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开辟新的家园 哦是吗 我期待看到你们溃不成军地求我帮忙的样子 看到他们谁也不服谁 我赶忙劝说大家都是同伴不要吵架 可不料他们看向我一口人生的道理 跟你没关系一边待着去 好嘞 两位姐姐继续 雌性生物生起起来果然可怕 惹不起惹不起 赶紧溜了 不多时地下矿区临时议事厅内 营族组长正在讲述着调查到的消息 东湖地区龙兽数量众多 其中霸龙一族实力最强 而且有着近二十头一星龙兽 他们的首领更是一只三星霸龙 其实力在龙兽中都是极为可怕的 也是这东湖地区实质上的王 听完营族组长的介绍后 我便将自己的作战计划告知了重要 随后我们对霸龙一族的每日行动路线进行了调查 然后找了个合适的伏击地点 让矿区的虫族埋伏在两侧 利用绳索牵制住队伍尾部的龙兽 将他们的队伍一分为二 然后趁着霸龙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矿区虫族像训练时一样 用绳索将一星霸龙们控制在原地 最后由实力更强的黄蜂族战士出击 利用数量上的优势 尽快歼灭所有的一星龙兽 当霸龙首领发现身后的异常 刚准备回原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亮起 此时的我则复刻出花螳螂的技能 和花螳螂一同使用 滑空斩朝着两只一星霸龙斩了下去 然而花螳螂负责的那只瞬间倒地 我负责的那一只却安然无恙 这时花螳螂解释道 你不要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 要试着利用自己的体重和惯性 才能打出更大的伤害 看来国王的财富只能让我获得同伴的技能 要想发挥全部力量的话 还得强化自身的素质和实战技巧啊 有了黄蜂族的加入 那些一星龙兽很快便被我们解决掉了 然而此时枪甲他们这边却陷入了独战 在三星实力的霸龙首领面前 二星的枪甲显然不是其对手 硬看了霸龙首领几个攻击后 他最终还是被龙吸炮给轰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地上 锋利剑状对霸龙首领进行偷袭 可不料连对方的防御都破不开 自己反倒还险些被一口吞下去 可就在这时霸龙首领加速朝着他冲了过来 锋利剑状是赶忙用出星盾进行格导 伴随着轰的一声 锋利被霸龙首领一拳轰在地上 眼看就要香消玉隐的时候 枪甲及时出现 一记重拳轰在霸龙首领脸上 可这非但没有伤到霸龙首领反倒将他给惹怒 就在他朝着枪甲进攻时 我和锋芒芒他们是及时赶过来支援 可不料霸龙首领仅是一个甩我 瞬间就将花螳螂和锋芒芒他们甩飞了出去 剑状锋利是赶忙说道 小风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赶快退下 小雄风别急 解决了他们两个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 枪甲和锋利联手都打不过三星龙兽 再这么下去的话迟早要输 枪甲是肉盾型战士适合正面作战 而锋利则是攻守兼背型没有明显的断板 可问题在于他们两个几乎没有配合 若是加上擅长攻速的花螳螂 还有远程支援的风漫漫 以及擅长突袭的风茫茫 大家配合起来的话一定不会是这个局面 想到这里我赶忙对着他们喊道 大家听我说 听到这话枪甲他们一脸的疑惑 这是我瞬间开启枪甲模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突出的能力 如果我们将各自的优势叠加起来 那作为一个团队 我们就是无敌的 让我们试一下 枪甲先是作为肉盾上前抵挡住霸龙首领的进攻 可在三星实力的霸龙首领面前 枪甲的距离能力逐渐开始落入下风 剑撞我是赶忙命令风利配合枪甲干扰霸龙的行动 风慢慢找机会用无针麻痹霸龙 风茫茫和花唐狼利用速度优势 直取霸龙的要寒 闻言风利他们是立马朝着霸龙飞去 就在霸龙首领将枪甲一把按在地上 注意力全在枪甲身上的时候 风利瞬间出现在他们面前 一消击斩就朝着霸龙攻了过去 来不及躲避的霸龙瞬间被斩击命中向后退 就在这时风慢慢的独针攻击也落了下 紧随其后的是风茫茫的急速突刺 他们的配合攻击虽然十分凑小 可依然没能将霸龙首领击败 不过这也让他感到极手不改的调势清醒 就在他打算将风利他们逐一击破的时候 一直没出手的花唐狼突然出现在他身份 一招滑空斩瞬间又批在霸龙首领的身上 但由于霸龙首领皮操肉活 仅仅只是让他受了一些皮外伤 一怒之下他朝着花唐狼就拍了过去 我剑状立马用出空间支配机 瞬间和花唐狼交换位置 并生生扛下了霸龙首领的这一击 花唐狼见状是一脸的担心 我则是对着他做了一个安心的手势 随后在接下来的战队中我游走于全场 风漫漫被霸龙锡锁定 眼看就要被击中的时候 我瞬间又使用空间支配和他互换位置 靠着枪甲的能力我又成功活了下 不过就是闻到了些许烧烤的味道 就在这时风茫茫发出尖叫朝我求救 我立刻使用空间支配和他交换 再次躺下了霸龙首领的意境 起身后我立马对着他怒吼 风茫茫 刚才那一击你明明能躲开的吧 听到这话风茫茫一脸娇羞的感受 从家只是也想感受一下被保护的感觉 闻言我是瞬间无语 都是我的子民算了算了 此时霸龙首领见状也是慌了 这皮糙肉厚的小怪物是难冒着 居然自己一个人扛下所有攻击 再这样下去早晚被他们磨死 就在他逃跑的时候 花唐狼趁其不备再次死 瞬间就将他放倒在地上 看到我们将他再次围住 他瞬间开始揉摇 请各位大哥大姐住手 东湖的地盘我不要了 只要你们放过我 我保证今后永不招惹重兽 可龙兽有着极强的报复心 他的话风茫他们根本不相信 冲上去就准备一抚做气击他 枪甲也是趁机将他控制住 霸龙首领见状恶狠狠的 你们这些臭虫要是胆杀我 我们龙族定会将你们消灭的一干二击 可枪甲听到这话却不为所动 直接将他举起来 并且垂手丢了出去 风茫和风茫茫则是直接将武器刺进了他的身体 至此东湖地区的霸龙翼狐被我们疼灭 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太好了 我们终于赢了 这是风力心想 以零损伤全灭三星龙兽群 这在黄蜂族与龙兽的战争始终可是绝无极有 如此优秀的洞察力还有快速临场应 这真的是一个雨化不久的黄蜂能具备的 我顶着满头包本事 轻轻松松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中 风茫茫文言对着我是一阵夸赞 我冷哼一声转身表示再见 哎呀 虫家知道错了就原谅我吗 很快地下居民都迁徙到了东湖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地图 这是我们天空岛范围外的第一块虫族领地 大家可以随意挑选一块土地建造新家 让我们为新生活 可我的话还没说完 大家就疯狂向着前面跑去 快跑快跑 好慢了好地方就要被选走了 我是瞬间被淹没在虫巢中 片刻后我趴在地上 小鹅他们看着我一脸的担心 此后的一段时间 我的意识在黄蜂和人类两个身体都穿梭 自从使用过新龙族的食物后 我的身体素质每天都在提升 并且利用晚上新龙族睡觉的时间 我几乎探索遍了整个巢穴 并且发现了一块宝地 这里堆积着大量的机甲堂 还还有不少科技厂 就在我找到一块主板 准备用来做一台全自动洗衣机的时候 地旁突然有一道微弱的声音传了哭